爱情里最大的悲哀,不是他不爱你,而是他没你想象中的爱你。 灵异失恋这个词在很多人眼里大概是一个悲伤的词语,失去伴侣,或许值得悲伤,那么换一个角度想,你失去的只是一个不那么爱你的人啊,感情永远不可能对等,总有一个人爱得多,有一个人爱得少,你会那么难过,说明你是爱得更多的那一个,那么对方呢,他也会难过,但可能只是在刚和你分手的时候,因为爱得比你少, 在你还在缅怀的时候,他已经要开始新生活了,最近总听人说这样一句话,所有的分手都是为真爱让路,是啊,真爱怎么会分手呢?真爱不是吵不散分不掉的吗?能犯的,说明你们之间不适合,不适合就不能成为真爱,每个人或许都有一次真爱,这次失恋了,收拾好心情,再去找,真爱在后面等着你呢? 别再想他了,你以为他还爱你,还忘不了你,或许,他早就放下了,也有了新的伴侣,失恋没什么大不了的,这个世界上又不是所有恋爱,都能修成正果,有项恋就会有失恋,就当积攒经验,你只是和他之间失去了恋人的身份,又不是不能再见,离开一个不合适的人是一件好事, 可如果你一直沉浸在失恋的痛苦里,很多本属于你的东西都会慢慢失去,02双双和前男友刚分手,分手后的他一直沉浸在失恋的痛苦里,整天茶饭不思,对着手机可以发一天的呆,平时也上班,但,也像形势走肉,因为心不在焉,双双已经被领导批评了多次,已经到了再出错的话, 就要被辞退的地步,双双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个月,他和前男友也始终没有遇见过,可有一次和朋友上街,他见到了前男友,可是前男友已经变成了别人的男朋友,前男友搂着现任女友和双双擦肩而过,根本一眼都没有看双双,就好像一个陌生人一样,他忍不住把前男友叫住,大声质问他,是不是不爱自己了? 前男友,当着所有人的面说,他还跟双双在一起的时候,就对他没感觉了,分手的时候他终于解脱了,现在,他只想跟现女友在一起,还让双双不要再去打扰他的生活,看着前男友和他现女友搂抱着离去的身影,双双觉得自己好傻,两个月来,自己一直以为前男友还爱着他,还舍不得他,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啊, 可为什么前男友那么快就放下了呢?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自以为是,双双一想到自己这两个月来做的傻事,突然就觉得很不值得了,前男友早就不爱自己了,自己又何必再为难自己呢? 这之后,双双一改这两个月来颓废的样子,他删掉了前男友的所有联系方式,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,领导看到了这样的双双,还大力表扬了他,03离开一个不那么爱你的人,才能迎来真爱你的人,道理你都懂,可还是要等你亲身体会过,才会告诉自己要忘了, 也许连你自己都没有怒鸣,白,你到底在难过什么?但旁观者一看就懂,那就是你想了太多,沉浸在你以为的世界里,并为此悲伤,你以为他很爱你,其实他早就不爱你了,你以为他还想跟你在一起,其实他早就想离开你了, 很多很多的你以为,都不是真的,你被你以为的伤心难过,为难自己,到最后发现一切都不是你以为的样子,你才会发现你的可笑和不值,想象永远是过度的,而你就是太相信你的想象,才让你放不过自己,走出你的想象,试图保持理智,再去看你们这段感情,你就会发现,他真的没有那么爱你,甚至都不值得你惋惜, 你没必要因为一个不那么爱你的人为难自己,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对不起自己 这就是有些人的愿意,但是我能否认为你能复制一个人想来的,怎样的心意, 想要一样的愿意,怎么能复制一个人为难? 就是,是达了你,人的其他人的愿意, 要证明的愿意,